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巧克力热饮 这个巧克力热饮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非常香浓和滑爽 我想全新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为全新节礼物嚼尽脑汁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现在我就介绍一下做这个巧克力所需要的原料 首先是用牛奶 撒娜 糖 盐 当然巧克力是必不可少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鸡蛋 加入鸡蛋会给这个巧克力增设不少 当然首先热饮需要把牛奶烧热 为了增加这个浓度 所以我还要用一些渣呢 这样的话做出来的巧克力就非常的浓 那在烧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去搅 搅拌以防这个牛奶粘锅底 同时当牛奶的温度一定达到一定的时候 四五十度的时候可以放入巧克力 我想介绍一下巧克力 先做这个巧克力的话 这个巧克力非常重要 首先要买相对比较好的巧克力 它的卡卡的浓度要比较高 像这块巧克力卡卡的浓度达到了72% 而且它是bitted的 就是说没有额外的糖啊什么 而且也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 喜欢喝浓一点的话 可以多放一点巧克力 喜欢可味淡的话可以少放一点 给一个人的话 一个人到两个人的话 半块巧克力左右 就够了 放了巧克力以后 要不停的搅拌 等巧克力就是完全化开 化开以后才能放 放糖和盐 等煮的时候尽量用小火煮 你要看这个牛 看巧克力 当巧克力完全化在牛奶当中 就是说你在牛奶当中 看不到巧克力的颗粒的时候 那就是好了 这个时候你就把火关掉 现在按照各自的口味 你可以放一点糖 因为这个巧克力的甜味非常少 所以先放一点点糖 接下来我要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技巧 就是放一点点盐 但一点点 非常少的一点点盐 这一点点盐 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盐 这一点盐可是敷给了 这整个巧克力新的 新的口味 如果没有这些盐的话 这巧克力就只有甜 肯定有这种经验 你到大的 这个阿卫馆去喝的话 你可能会定到一杯巧克力 它非常的滑 非常的浓 为什么巧克力会非常浓呢 首先 是因为可能里面放了很多扎呢 扎的话巧克力就 会比用牛奶冲出来的浓 第二个就是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放生鸡蛋 但是要注意不能在 卡靠非常热的时候放入鸡蛋 如果卡靠非常热的时候放入鸡蛋 鸡蛋就会结块 放入鸡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巧克力会变得非常的滑爽 口感非常好 现在重要的就是不停的搅拌 千万不能让鸡蛋结成块 搅拌大概要搅 要看你看的时候已经敢 当你搅起来的时候看就看不到鸡蛋 看不到蛋清啊什么 整个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巧克力就比一般 用卡靠粉冲出来的巧克力要浓滑一点 喜欢吃Ice的朋友 当然也可以在巧克力上放上一点Ice 好了 祝大家情人节愉快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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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末 特米 镀